北京当局派遣检测人员到香港 支援病毒核酸检测 大陆支援队在16号上午离开香港 港府官员到场特意感谢中央支持 香港全民检测计划 14天内累计178.3万人参与 港府支出5.3亿港元 却只找出32个新确诊个案 等于每一起个案耗费1656万港元 成本效益受到外界质疑 这个角度去讲 基本上那个成效 都是令人相当失望的 可以这么说 暂去政府角度 因为换言之 有时接近600万人没有去测试 香港人就自动自觉 就用一个不合作的态度 回应这件事 才令到最后 一而再再而三的延期 都是只有178万人 如果从政治效果上讲的话 政府以为可以深入人心 也都是摆到明失了预算的了 香港政府日前推出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 涉及金额达240亿元 民主党批评新一轮基金 只补贴部分行业 有很多行业成为漏网之余 而在失业补助部分 也完全没有对症下药 至于港府强调要继续推行明日大雨计划 胡志伟批评就像将钱倒入海中 没有将市民在经济下行时面对的困难 视为施政最重要的位置 新唐人眼的电视张维亭 整理报道